我们再到宾州邹平去认识一个让人心疼的男孩小浩 在小浩奶奶家 陈舅的摆设能看出这个家庭的贫困 桌上摆着吃剩的咸菜 而听门讲座的东墙却让整个屋里充满阳光 街坊邻居都说小浩是个好孩子 只是这个家太困难了 一个多些有 一个半有不得多 就要多的 再也没回来话 没回家话就说 小浩爸爸兄弟两个 叔叔婶婶还有两个双胞胎弟弟都有些智障 大家的生活都靠七巡的爷爷奶奶照顾 2012年小浩查抽得了白电风 在得知小浩的遭遇后 安心医院决定免费给小浩治病 下一步就给你免费 治疗你这个病 管你这个病确定之后 但是一定需要喝药 好吗 嗯